部落有文件站 有日间关怀站 但是往往有的只有半天 而剩下的时间 长者都是在家 凤林有服务馆 不仅是一站式服务 整天的服务外 还有媒合 转介等各项服务 如果说他们下午的时间是可能在家里的 其实他可以 如果他可以走出来 或者不管是可以骑车 开车 或是家人可以接送的 他可以到这里 有服务馆的特色为快乐共餐 让长辈走出独居 或单独一人的生活环境 来到有服务馆 就像走进一个大家庭一样 大家可以一起显化家常 游戏活动 增加人际关系 互动 一粒麦子社府基金会 11月初在花莲市成立 美轮有服务馆后 紧接着凤林有服务馆也开始服务 端期内还会陆续在御梨 复梨 以及台东各乡镇成立有服务馆 让东台湾的年长者与家庭照顾者 都能有就近获得长照专业咨询跟服务 却助有需要的家属并连结各项社会福利资源 有时新闻 刚才马亚花莲凤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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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